6月2号至3号 嫦娥6号顺利完成在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的智能快速采样 并按预定形式将珍贵的月球背面样品封装存放在上升器携带的注存装置中 智能采样是嫦娥6号任务的核心关键环节之一 嫦娥6号如何挖土 又有哪些神器为其保驾护航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金圣义介绍 针对月背着陆区月壤特性 科研人员对嫦娥6号采样封装程序进行多项升级 设计了三位一体操控系统 进一步提高了采样的智能化 自动化程度 以增强月壤采样效率 采样能力和载轨工作可靠性 前面我们的探测器已经发到月面上了以后 那么如何去采样就是我们后面的三位一体操控系统需要去干的一个工作 月球背面的探测器系统 还有包裹冲击星在内的测控系统 还有地面的任务知识系统 合成为三位一体 这三位一体其实是互相协助并不可分的一个观点 金圣义介绍 三位一体操控系统能够将整个采样过程串接起来 提高嫦娥6号探测器与地面通信的执行效率 金圣义介绍 探测器经受住了月备高温考验 通过钻具钻取和机械臂表取两种方式 分别采集了月球样品 实现了多点多样化自动采样 钻取是固定在一个点位 采集保持抛面层序的月壤延新样品 而表取则是在月面多个位置产取月壤或拾取月延 先钻取后表取 钻取和表取两个功能其实完全是独立的一个功能 也就是我们只要钻取和表取任意一个能够正常完成任务 都是可以采集到月壤样品的 其实也是提高了咱们采样的这种可靠性的一种设计原则 钻取主要是要采集一定深度的深层次的这种四表层月壤样品 但它只能采一次 只能下钻一次 在这一次中我们要争取让它能够采到更深 然后这个样品种类更加丰富的样品出来 但表取采样它的特点是 它能够在一片区域里面实现多次采样的这种环节 它的主要的采样目标主要是月球表面的分化层这些样品 它两个样品其实它们的种类都是不一样的 科学价值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它们实现的这种技术途径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据国家航天局消息 表取完成后 嫦娥6号着陆器携带的五星红旗 在月球背面成功展开 这是中国首次在月球背面独立动态展示国旗 后续 上升器将与在环月轨道上等待的轨道器 和返回器组合体进行月球轨道的交汇对接 并将月球样品转移到返回器中 轨道器和返回器组合体将环月飞行 等待合适的返回时机进行月地转移 在地球附近返回器将携带月球样品再入大气层 计划降落在内蒙古四子王旗着陆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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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